当地时间9月13日 据塔斯社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正式开始 会谈地点位于俄罗斯东方航天发射中心 双方代表团成员也参加了此次会谈 朝鲜与俄罗斯两个千夫所指的国家 一有新闻就是爆炸性的 更何况是首脑的会谈必然引发全球关注 而金正恩这次访俄 是疫情以来朝鲜领导人的首次出访活动 自2020年1月因疫情而关闭边境以来 朝鲜已经封闭国境长达三年半 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 朝鲜不仅停止了几乎所有外交活动 甚至连驻外使节的轮换工作也都基本暂停了 直到今年8月26日朝鲜重开国门 那么被耽搁了三年的外交活动 自然成了朝鲜开放后的最优先工作 而朝鲜把这么重要的第一次出访 安排在了俄罗斯 所以很明显 金正恩的此次访俄 必然有不寻常之处 一般来说 只要是公开的访问活动 在访问之前 双方都应该召开吹风会 向媒体介绍 访问的日程议程等等 但这次访问 事先什么风声都没有 一直到金正恩出发前才公布 外界对金正恩和普京会在哪会晤 有什么议程 全然不知 这种级别的保密 本身就说明 此次两国元首会晤非比寻常 很可能会谈一些敏感的问题 随着俄方新闻的逐渐披露 金正恩的访俄地点 也逐渐明确 9月12日 金正恩专列抵达俄罗斯边境的哈桑站 俄方官员 专门到站迎接 随后列车继续前进 前往阿摩尔州 与普京会晤 要知道 无论是2002年的金正日 还是2019年的金正恩 都是在海深外会晤的普京 但这次 金正恩却从海深外 跑到了更远的阿摩尔州 为的是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 阿摩尔州有一个航天发射场 而金正恩就要在这里观看发射卫星 这对极区相关军事技术的朝鲜来说 显然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而金正恩这次率领的代表团 阵容也十分强大 显然是奔着全面合作去的 比如谈外交 随行的 有朝鲜外务相崔善机 谈经济 随行的有劳动党中央书记 经济部部长吴秀荣 内阁副总理朴迅 而谈军事合作 那随行的人就更多了 有劳动党中央书记 军委副委员长李炳哲 还有军政指导部部长朴正天 国防向强纯南 海军司令金明石 再是空军司令金光鹤 军需工业部部长赵春龙等等 可以说 朝鲜最高层是清朝出动 无论想达成哪个方面的合作 都有对应的人来对接负责 这次访额 朝方志在必得 肯定是要带点土特产回去的 至于普京和金正恩 具体要谈些什么 据俄方发言人透露 俄朝将在敏感领域开展合作 但这些合作不能公开谈论 也就是说 金正恩这次访问 有可能达成一些 出乎世界预料的成果 此前 外界普遍猜测 这次可能会敲定 俄朝之间的军火交易 补充俄罗斯 已经告急的弹药武器 也许到现在 还会有人奇怪 俄罗斯居然会缺军火 不要觉得不可自已 事实上还真的缺 我们不用罗列 俄军每天的弹药消耗 就看看与俄对阵的乌克兰 38个北约国家当中 陆续有20个为了原物 而耗尽了弹药库存 即便这样 成员国的弹药生产速度 依然跟不上乌克兰军队的消耗 背后有那么多国之称的乌克兰 都尚且如此 俄罗斯怎么可能没有问题 所以现在俄乌双方 都拼了命地想办法 搞武器和弹药 例如乌克兰就找到了 韩国要炮弹 而韩国选了个折中的办法 直接向美国提供炮弹 补充库存 而美国则把储备炮弹 转给乌克兰 其实就相当于 间接对乌军援了 既然乌克兰可以找韩国 那俄罗斯找上朝鲜 也就不意外了 一方面 这是对韩国原物的有利回击 另一方面 俄罗斯能找的 也只有朝鲜 要知道朝鲜虽然常规军力一般 但炮兵规模 却非常庞大 朝鲜人民军陆军 共有15个军 其中就包括一个炮兵军 炮兵司令部 也位列陆军四大司令部行列 目前朝鲜陆军装备各种口径的火炮 总计2万多门 而且朝鲜 无论是火炮还是弹药 都非常充足 据说朝鲜目前拥有 400万发的炮弹储备 这主要是因为朝鲜海空力量薄弱 只能大力发展炮兵 对边境的韩国形成巨大威慑 使得韩国不得不有所顾忌 而受前苏联的影响 朝鲜大部分炮弹和俄罗斯的火炮口径完全通用 这些炮弹 俄军上手就能打 再是朝鲜和俄罗斯接壤 运输又比较方便 能迅速补充到俄方战场前线 更为关键的是 朝鲜与乌克兰已经断绝外交关系 在主要国际问题上 也与俄罗斯保持一致 也就是说 政治上朝鲜已经完全选边 经济上 由于美国和西方的长期制裁 朝鲜在很大程度上 与国际贸易隔绝 与俄罗斯做交易 不会有什么损失 也不太在乎 西方继续针对实施制裁 所以 对于目前的俄罗斯来说 朝鲜简直就是不二之选 天作之合 我们知道 7月底的时候 俄国防部长邵一谷 曾率团访问朝鲜 而且还参观了朝鲜的 武器装备展 当然 说是参观 实则看货 而且不排除已经达成了一些异象 甚至可能交易细节都谈好了 所以 这次的金普会晤 有可能就是最后的拍板 与此同时 目前的朝鲜 一样也有求于俄罗斯 比如 俄罗斯是粮食出口大国 朝鲜则长期饱受粮食问题的折磨 加上今年横扫朝鲜半岛的卡努台风 必然会让朝鲜本部富裕的粮食收成 雪上加霜 这个时候 用炮弹换来救命的粮食 是非常划算的 还有俄罗斯的能源 也是朝鲜急切需要的 不过 对朝方来说 这些虽然很重要 却不是重点 它们最看重的 其实是俄方的军事技术 维持朝鲜政权最紧要的问题 就是在于 对美国建立核威慑 但朝鲜的洲际导弹却不稳定 缺乏可靠的弹道导弹技术 比如这两年朝鲜 频繁试射导弹 两个月前 更成功试射了 火星炮18洲际导弹 这是一枚固体燃料导弹 射程覆盖美国本土 从各项发射数据分析 导弹上升高度6600公里 飞行距离1000公里 性能参数 明显超越了前辈火星炮时期 但火星炮18的稳定性 却存在较大缺陷 当一高角发射时 火箭发射可能失败 所以还需要 更进一步的改善 而就在金正恩出发的五天前 朝鲜极为高调地展示了 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的场景 朝鲜上下一片欢呼 但韩国和西方都一致认为 这只是个夸张的假货 朝鲜不可能那么快 造出可用的核潜艇 朝鲜核潜艇是不是假货 我们无从得知 但金正恩这次 一定会和普京谈到核潜艇技术 希望通过 与俄罗斯的技术合作 加强朝鲜核潜艇能力 毕竟 核潜艇可是三位一体 核体系的关键环节 如果朝鲜的核潜艇 进入太平洋 将能从日本外海 发射核导弹打日本 也能打美国关岛 更夸张地说 甚至能徘徊在美国西海岸 近距离对美国 直接进行核打击 而这种核打击 是极难防范的 所以 如果能获取 这两项技术的其中一项 对于朝鲜来说 显然意义重大 此外还有卫星 侦查卫星 是一个国家侦查体系的 关键一环 但今年8月底 朝鲜军事侦查卫星的试射 由于存在技术问题 已失败告终 所以 这次安排金正恩观看卫星发射 意图也就很明显了 对于军事卫星合作 俄罗斯也不避讳 当被问及 俄罗斯是否会帮助朝鲜发射卫星时 普京告诉记者 我们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才来到东方航天发射场的 这句话背后 显然挑衅意味十足 要知道 卫星发射和弹道导弹发射 在技术上相通 通过卫星发射活动 来改进弹道导弹技术 也是完全可行的 不过 朝鲜核威慑能力越强大 就越会增加朝鲜的不可控制 以后无论中美 都越来越难镇住朝鲜 万一朝鲜 赤脚不怕穿鞋 真的豁出去了 那么首先遭殃的 就是朝鲜周边的这些国家 总而言之 随着金正恩 率领庞大的代表团 车马劳顿访问俄罗斯 自新世纪重建以来 俄朝关系将进一步得到加强 这显然无庸置疑 在俄朝军被孤立的情况下 双方都有需要 通过升级双边政治和外交关系 来提升各自的影响力 拓宽各自在国际上的生存空间 而目前最大的权念是 双方关系将会升级到何种程度 是否公开宣布结盟 以及俄朝武器交易 是否公开化 但不管怎样 俄朝关系的走进 正在成为 冷战结束以来 世界秩序演进方面的重要事件 意味着 首次在西方之外的世界中 发生趋于结盟的态势 事实上 假如俄朝武器交易 军事科技合作 公开或实质进行 那么无论有没有出现结盟的字眼 都在表明它正在发生 这也意味着 两股势力的对抗 将会更加激烈 从这个意义上看 金普会的举行 俄朝关系的进展 是世界历史关键节点的 一个关键事件 很可能会带来一连串结果 并足以影响 整个世界的走向